各位,我剛剛B細胞的缺口的部分 B細胞如果要啟動的話 目前來看,以前好像跟你講有一個應付考試用的方便記的 通常如果它只是一個蛋白或糖蛋白 大概都會牽涉到B,會刺激 如果那個抗原本身帶有抗原的東西是細胞 通常往那邊猜,往這邊猜 因為TC對付的對象一定是有細胞的細胞 目前看到的大部分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它不是細胞,比如說病毒 比如說它只是一個被分泌出來的毒素 這個時候往上面猜,OK 可是在實際的情況,如果B細胞要去啟動的話呢 它會有一點麻煩 就是首先呢,B細胞自己本身要利用 留意這個喔,形狀沒有畫錯 我們剛剛有提到B細胞受到刺激 不是可以產生抗體嗎? 但是其實B細胞它平常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把抗體放在它的細胞膜上面 做什麼?做為偵測病原體的工具了 所以抗體不是只有一種用法 抗體不是只有能夠分泌出去 抗體還有另外一種用法 它可以直接放在它的細胞膜上面 拿這個東西來去偵測 或者是在某一種特定成分的存在 OK嗎? 然後 所以 這個地方總共要有兩件事情 假設B細胞要開始轉型 多一個步驟 B細胞受到刺激 不是變成僵細胞 有沒有? 然後再分泌抗體 好 那當B細胞受到刺激的時候 它的條件有一點麻煩 第一個 首先呢 B細胞要很湊巧的 它自己去接觸到那個病原體 好 所以這個部分是1 它的細胞膜上面放的那個抗體 有去碰觸到 有去接觸到它那個病原體 好 然後接下來 它又再去碰到那個 遇到一模一樣抗原的那個 輔助性T細胞 那一樣喔 所以 它自己 B細胞自己本身有接觸到那個抗原 不過 它自己接觸的時候 很有可能是直接去跟病原體做接觸 但那個時候是透過它的細胞膜上面的抗體 然後等一下呢 很湊巧的 那個 那個受到刺激的TH 也過來了 然後結果那個TH自己本身呢 它可以去確認誰 確認它剛剛從抗原呈現細胞 知道的那個抗原長這個樣子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TH它也會用它專一性的抗原受體 去跟B細胞 剛講的 只要有細胞核的細胞都可以做什麼事情 只要有細胞核的細胞 這邊 好 它在接觸病原體或抗原的時候 它都可以去把那個抗原 摟到它的細胞膜上面 不過B細胞比較特別 B細胞的MHC是第二型的 所以B細胞接觸病原體 B細胞就透過MHC2 把抗原放在它的細胞膜上 接下來那個TH TH已經早一步 曾經透過速圖或句式 已經知道有這種抗原的存在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種已經被活化之後的TH 它也可以有一個專一性的受體 而專一性的質跟那種抗原結合 所以第二個條件出現之後 OK 這時候B細胞受到刺激轉型 開始分裂 分化 分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B細胞受到刺激之後 受到刺激之後的那個B細胞 它接下來會去製造某一種專一性的抗體 這個專一性的抗體因為專一性 所以它只能抓住誰 它只能抓住這種 這種抗原 那為什麼強調這個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畫的時候 這個病人體身上 假設總共有三種抗原 就是半圓形、方形跟三角形的 然後當初巨式細胞呈現的 假設是三角形的抗原 那所以也就是說 後來製造的那個抗體 它只能抓住三角形 所以那個B細胞製造抗體之後呢 那個抗體可以抓在哪裡? 那個抗體可以抓在這個地方 那個抗體只能用完抓住三角形的這個抗原 就不能抓住方形跟半圓形的這個抗 這個叫專一性 但是至少你其他有一種工具可以抓住這支病 所以帶有MHC第二型的抗原呈現細胞 所以有抗原呈現能力的有誰? 所以APC三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速途細胞 然後第二個 蓄勢細胞也可以做 然後結果我們發現呢 B第一次接觸之後 它自己也可以做了 所以B比較特別 原來B細胞自己也可以當抗原呈現細胞 但是它必須要先接觸過這個病原體一次 OK 用一個不同的觀點來去看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就是 1之後 3道防線嘛 1之後 2、3接手處理 所以到底會有多少事情發生? 大概就這樣 然後之後再來重新用我們以前高二講的那個 把它整理一下 OK嗎? 然後接下來補充一個 細胞要去刺激細胞 然後你看喔 去吞噬性的細胞 吞噬之後 對不對? 然後它之所以能夠去刺激TH 其實也是因為這個狀況 如果我們把這個地方改寫一下 它就會有一點像這樣子 就是TH不是有 好 想像一下 這邊吞噬性細胞 然後它拿著 MHC2 然後去做抗原呈現 然後TH呢 就利用它的 抗原受體 好來結合 然後順便再伸出另外一隻手 抓住MHC 然後抓住之後 事實上它還有做一個動作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沒有用 就是通常這個接觸過程當中 我們會說 橘子細胞變成是APG 看臉呈現細胞 它可以用來活化 那活化這個詞其實很籠統 所以活化到底做什麼事情 首先它們必須要有直接的接觸 第二個接下來它們會去分泌 它分泌細胞素化學物質去對輔助性T細胞產生刺激 同樣的 當輔助性T細胞要去刺激MHC或是TC的時候 也是透過分泌細胞素 那細胞素到底是什麼東西 如果多說一點再把它加一個字的話 你可能會更明白它的意思 細胞素因為有人把它翻譯叫做細胞介素 然後早些它有人把它翻譯叫做細胞基素 當時比較偏到細胞基素 因為超好理解它的做法 它的用途的基素的功能是幹嘛 內分泌先分泌某一種基素對不對 透過血液傳遞傳到某一個地方 刺激那個地方的細胞產生反應 有沒有 所以我們以前講基素的角色就是細胞傳達訊息的工具 它是用化學物質來傳達訊息 所以你把它想像成 巨式細胞要告訴TH 現在有這種看源的存在 所以它就透過某一些化學物質 來去刺激TH 等到TH要去告訴B或TC工作的時候也是一樣 它會分泌特定的化學物質 然後去刺激B或TC 所以這種掛的細胞基素就是 它是在近距離這個地方 細胞對細胞溝通時候用的化學物質 剛我們以前講的那個 你可能是分泌的地方在腦垂線 可是你作用的地方是在全身 這個距離會比較遠 細胞基素作用的距離是很短的 它不一定需要血液喔 它可以是在淋巴可以是在 那個組織細胞這個地方 那細胞要對細胞溝通的時候 近距離時候使用的這個化學物質就是它 還有人把它翻譯到細胞借素 有些人把它翻譯到細胞基素 簡稱細胞素 好 所以再加上這個 那幸好其實幾乎都不用被 但我們知道 我們其實已經遇過兩個人 細胞借素概念的就是 我們在發言的時候講的那個什麼 組織胺跟前面腺素這種 其實它就是一種細胞溝通的時候的化學物質 那它這邊只要 只是要強調那個概念 沒有要你去背那些東西 不過其實現在在免疫上面 細胞素的研究還蠻熱門的 因為它牽涉到很多的 將來在免疫上面可以運用的問題 跟藥物的開發 跟那個比如說腫瘤的這個治療有關係 來 這邊你看看有沒有 那邊不明白 好 所以看一下MHC MHC在 在這裡 在這裡 在哪裡 MHC 有 390頁 MHC或者稱為主要組織相融複合體或相融複合蛋白 它是一群蛋白質 它是一群蛋白質 早先是從老鼠的研究裡面發現 原來動物體內有這一組 一組 它不是一種 是一組蛋白質 那這組蛋白質 在砍源呈現上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它牽涉到的基因很多 所以目前這個資料裡面 你就參考一下 牽涉到很多的這個對偶基因 所以它有一點像是說 這些基因可以分別轉路轉移 產生很多的零件 然後把這些零件拿來組合 就可以產生不同的MHC 但大致上我們把它分成兩個類型 對 然後這兩個類型裡面 分成MHC1跟MHC2 D型跟D2 D型出現的地方是 就是凡是我們身上有細胞核的細胞 都具備MHC 只要是有細胞核的 所以你要去留意的就是紅血球 因為紅血球在成熟的時候 它的細胞核被分解掉了 所以紅血球就不帶MHC1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那MHC2基本上呢 又更特別 它只存在哪裡 它只存在這三個細胞 就是素圖 巨式 還有B細胞 也就是可以當作看源呈現細胞的這幾個 然後後面那個活化的T把它包好起來 因為高中不講這個 所以就算了 所以你只要知道 前面的巨式 素圖跟B細胞 帶有D2型 這樣就夠用了 然後CD的標記在這個391頁的上面 CD的標記的話 跟T細胞很好用 因為T細胞的話可以依照 它帶有CD4還是CD8 來分型 所以輔助性T細胞 輔助性T細胞就是帶有CD4 然後包殺性T細胞就是帶有CD8 這是一個任區分 既然都是T嘛 所以為什麼要分這兩個類型 第一個它功能當然不同 那如果我們要鑑定它的話 可以利用CD這個成分 然後T細胞它沒有抗體 T細胞表面用來跟抗原結合的工具 叫做T細胞抗原受體 這是最完整的說詞 因為一般課本就直接把它叫做什麼 抗原受體 或者直接叫做受體 所以它是T細胞所擁有的特殊工具 T細胞的抗原受體 然後所以接下來我們再回去看 細胞免疫這個地方 那個388頁 就從這張圖很重要的來看的話 所以剛剛講的 如果我們從一開始 從非專一性轉成專一性的關鍵 是在於吞噬性的細胞 有沒有去做抗原呈現這個工作 而抗原呈現有沒有碰觸到誰 有沒有碰到輔助性T細胞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你看到這個地方 在步驟一 當抗原呈現細胞跟TH接觸的時候 那個步驟一它就開始分泌細胞素 細胞素基本上會對輔助性T細胞產生刺激 然後等到輔助性T細胞受到刺激之後 一般我們就稱這個過程叫做活化 那活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呢 活化就是TH它會去做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就在這個圖上面其實 沒有辦法充分的表達 我拿手來說好了 比如說有沒有球 不用 那就有這個 比如說T細胞上面本來的看原受體 它上面曝露出來的形狀是這樣子 看原過來的時候 看原是圓滾滾的 我本來那個看原受體這個地方的形狀 是比較有角度的 那所以分子間的作用力其實還是會存在 可是你要讓它們兩個的結合很牢靠 有一點困難 因為形狀不是完全混合 所以所謂的有活化跟沒有活化的差別是 TH受到活化之後它會去修改 它會再重新去做出新的受到刺激之後的看原受體 那這個活化前跟活化後的差別是 它的看原受體會調整成可以跟那個看原 這是溫和度會更合 然後同時間接下來它會去分泌細胞素 這個細胞素總共 然後起碼有三個細胞會受到刺激 像B細胞、TC胞 再來就是TH刺激 那那個分泌化學物質還會回過頭來刺激它刺激 打兩分裂 因為白血球不要忘記了 白血球的數量少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戰鬥力的話 數量絕對是要去處理的事情 所以TH受到刺激之後 它不只要去幫忙TC胞 引發TC胞做後續的事的TC 做後續的事情 它也要去刺激B細胞 讓B細胞去做它自己的事情 它還要讓自己數量增加 因為這樣子的話 才可以透過更多的TH 然後去動員更多的其他的種類白血球 所以你看它有一個箭頭 那個... 那個右邊有沒有 箭頭又繞回來刺激它自己有沒有 就是它自己本身也需要受到刺激 這樣子 OK 好 所以下面那個圖的話 其實... 完整性會更好 就是388頁下面這張圖 那... 老實說真的到執考才會跑到這個程度 APC看門呈現細胞出現之後呢 TH受到刺激 TH受到刺激之後 你看它往右邊可以刺激B細胞 那TS我們高中就不介紹了 它叫抑制性TC胞 這個高中不介紹就不理會 然後... 所以B細胞受到TH的刺激 或者是TC往左下 TC可以受到TH的刺激 可是你看TH還可以再透過細胞激素去影響誰 可以去影響NK 可以影響巨噬 可以影響巨噬 可以影響到那個素毒細胞 可以影響顆粒球 這顆粒球當中四中四酸四點都有可能 有沒有 這樣可以想像嗎 所以它等於透過它可以動員幾乎所有的白雪球 這樣可以想像它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所以事實上 如果你只看它說 所謂的專一性防禦 其實沒有 它後來的影響是專一性防禦跟非專一性防禦 根本就不是它的... 它要去區分的 它...它就是以... 我現在到底能夠動用多少白雪球 來去解決這個病原體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硬要切割非專一性還是專一性 好 好 所以我們先看那個細胞免疫 接下來這份態來看的389頁下面的這張圖 因為... 普通生物學裡面的圖其實有一個好處 老實講 如果你真的很懶的話 像我以前那個... 考四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看圖 因為看文字要看很久 原文書有時候看文字要看很久 好 所以給你一個參考 就是你不知道那本... 古生的書嗎 就以前在裡面去我做了一張看 那個... 然後它的奧妙之處就是那個圖的解說非常好用 一次看圖就可以考試考得很好 好 所以看下面這個圖的話 當那個... MHC第一型... 組織細胞透過MHC第一型 然後呈現抗原 把自己標記變成是我是需要被破壞的對象的時候 好 這時候呢 如果遇到的已經活化的TC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所做的事情 就是TC 以自己拿著... TCR 就是T細胞抗原受體 然後呢 來抓住帶有抗原的那個受感染的細胞 或者是腫瘤細胞 因為腫瘤細胞的細胞母上面 也會有異常的抗原的存在 所以這個時候呢 抓住之後 配合CP8的輔助 讓它緊緊的抓住這個... 要破壞的對象 然後接下來呢 再去分泌這個春紅蛋白跟水解酶 然後你看 這個最後一張圖裡面 細胞的構造瓦解 好 然後緊接著細胞瓦解後的剩餘的成分 尤其是像蛋白這種成分的話 因為我們怕它還會再變成另外一波的炭源 可以想像嗎 如果萬一它是一個微生物 然後這個微生物正在細胞裡面分泌毒素 然後你把細胞瓦解之後 本來這個毒素還沒有暴露出來對不對 因為你把細胞瓦解之後 這個毒素大量釋放出來 因為你的破壞 然後毒素才大量釋放出來 這樣就更奇怪 所以還是要把那些重要的成分把它分解掉 這件事情才算完成 但原則上 因為TC自己本身就是代表 從抓住到破壞 它自己幾乎可以一手包辦 你看 所以我就把這個免疫稱為細胞免疫 你看 但前提是它曾經被TH所刺激過 好 然後接下來那個T細胞的抗原受體 跟抗體到底差別在哪裡 這邊也有一張圖 390頁這邊 抗體我們以前高二有補充過 抗體是一個複合性的蛋白 它總共包含四個單元 就這樣你還沒有影響 它有兩條比較長的多胎鏈 然後它有兩條比較短的多胎鏈 然後基本造型就是一個Y 但是這一般我們是畫簡單線條的時候 如果你用電腦模擬的話呢 它會像是一個顆粒 就像免疫球蛋白的原因 然後它們之間呢 以共加件結合 所以它就是一個四級結構的蛋白 總共用的四個單位 兩條長的、兩條短的 那T細胞的抗原受體就比較簡單 就兩個單位這樣子而已 然後接下來 為什麼它們可以去抓住抗原 抗體是用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就是抗原結合位 所以一個抗體就可以抓住兩個抗原 這個對把抗原聚集這件事情來講很好用 可以理解齁 所以如果它一個Y就可以抓住兩個抗原 然後它抓住的其中一個抗原 又可以跟另外一個抗體再過來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我就可以集合很多的抗體 然後抓住一堆的抗原 所以讓本來的抗原可能是分散的 比如說毒素它是分散的 我就可以把它抓成一堆 那至於T細胞的抗原受體的話 它就是有一個抗原結合位 這樣 事實上它也不用那麼多 它只要一個 然後就可以去抓住對方了 就是兩個的結構的差別 所以抗原受體 T細胞的抗原受體 所以只用了兩個多態電 好 MHC剛剛提過的就不談了 接下來看下一個部分 所以體液免疫裡面 體液免疫 我們看這個392頁下面的這張圖 首先 一樣 要先透過抗原呈現細胞 這是大部分的情況 雖然不是100% 這是大部分的情況 首先呢 第二道防線非專一性的吞噬作用開始進行 如果這個吞噬作用是透過巨噬細胞 或者是束縛細胞的話 那這時候束縛或巨噬 轉型變成抗原呈現細胞 呈現給TH TH受到刺激之後呢 接下來如果它有機會碰到一個V細胞 這個V細胞已經 這個V細胞已經先跟病原體接觸過了 好 而且它跟那個病原體接觸的時候 接觸的那種抗原 接觸病原體的時候碰到的那個抗原 跟這個TH 當前面碳圓呈現細胞呈現給它的時候 用的是同一種碳圓的話 那這時候這個V細胞就可以因此受到刺激 而轉型變成是僵細胞 僵細胞其實用另外一種說法 它就是一個已活化的V細胞 那為什麼叫僵細胞 你看那個392頁右下角那張圖 細胞核就是細胞裡面很大的那一顆 細胞核的外面是不是有很多線條 那個都是內脂網 所以你看這個細胞的內脂網密度多高 幾乎佔的細胞滿滿的對不對 那一般來說內脂網這邊高基試體是比較難認一點 應該是在右下角那個附近 內脂網跟高基試體在細胞裡面佔的空間這麼大 通常代表什麼 這個細胞的分泌作用非常強 然後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它的表面反而彈不出來 因為它現在正在旺盛的進行分泌作用 所以這個細胞的表面應該會有很多運輸能耗 所以這麼多的運輸能耗 那個泡泡正在細胞表面破掉的時候 就會導致一個現象 就是細胞膜原本這個圓溫溫的路透就變得不太規則了 所以用漿 其實是在形容它的那個形狀不是很好看的 好 但是很重要的是 這個時候是在旺盛分泌抗體 也就是免疫球蛋白 所以抗體分泌出去之後 如果能夠遇到當初它所辨認到的抗原 那這時候它就可以開始捕捉抗原 那捕捉抗原之後 你後面可以再加一個鏡頭 抗原捕捉到之後 通常後面可能還是要交給誰去幫忙做清楚 很有可能又需要依賴巨視細胞 所以你看喔 當初這是2 對不對 如果要區分比較清楚的話 這邊是第二道防線的細胞 透過這樣的過程啟動第三道防線 第三道防線開始在作用 然後作用完之後又找誰 然後再回過頭去找2 來幫忙吞噬跟迫害 有沒有 所以事情解決比較重要 它也許有發生的順序性 OK喔 但是不是硬是要切割 因為討論2跟討論3 那是我們方便討論而已 跟它實際上的作用 其實這個真的差別 反正它是混在一起做的 好 然後這張圖裡面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 免疫反應的重要特色 就是我們以前高二所提過的 免疫反應 除了它是後天產生 它有高度的專一性之外呢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手 就是你看這個步驟3的地方 除了將細胞產生之外 它還會留下記憶細胞 這樣 留下記憶細胞有什麼好處 好 你仔細看這個記憶細胞 它怎麼畫 它就是畫個V細胞 細胞膜上面放的什麼東西 放著抗體就像這個樣子 而這個抗體因為 因為這個記憶細胞跟僵細胞 是同時被分裂分化產生的 所以這一批記憶細胞 它已經可以產生專一性的抗體 以很強的專一性來抓住這個抗體 但是差別是 將細胞是 我這一次能夠製造這種抗體 來抓住抗原 這一次的工作我來做 那記憶細胞是 我也可以抓住這種抗原 但是我這一次不做 所以它的比例比較少 然後它會是預備的 等到下一次就可以由它們 直接接受刺激 然後用更快的時間大量分裂 然後快速的產生更多的抗體 所以最後會有初級反應跟次級反應 所以次級反應主要是依賴這個資源 這個是免疫反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具有記憶性 我們的免疫系統的資源就是在這個 只要我們曾經接觸過 免疫反應曾經發生過 幾乎都可以留下記憶細胞 那這些細胞如果說 按照平均來說的話 撐個一、二十年 所以這些細胞在我們身體裡面 保存個一、二十年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免疫反應的一個最大的本錢 OK 好 所以再回過頭去看抗體靈的細節 等一下再來談 再回去看387的這個地方 整個免疫反應的架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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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所以看387頁的這張圖的話 這個是整個整理之後的結果 首先當抗原在我們身上出現 不管這個是外癌的 還是我們身體自己產生的 因為腫瘤細胞也可能會產生一些抗原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現在有像素瀆 或者是像巨噬這樣的角色 然後他們可以去做吞 吞噬的動作 所以單純的吞噬只是清除 吞噬之後如果他們可以開始做抗原呈現 那就是關鍵 2到3的轉折的關鍵 就是在這個步驟 好 所以你再往下看 抗原呈現細胞最重要的是要呈現給誰 就是TH 沒有 所以TH受到刺激的時候 是因為抗原呈現細胞跑去跟TH接觸 然後這個地方他會分泌細胞數 一方面結合 另外一方面會分泌細胞數 然後去刺激TH 然後TH受到刺激之後呢 他會分泌 空間不夠 他會分泌那個 他也會分泌細胞數回過頭來 刺激自己 大量分裂 然後他有可能會去啟動 按照他的流程圖 他也可能會去刺激 左邊是B嗎? 對 所以他也可能會去刺激B 但是前提是 你看他這個地方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個B剛講的 那個B要先做一件事情 B自己可能需要自己先曾經去接觸過這個抗原 然後這個時候再去碰到活化後的輔助T細胞 然後這個時候他才會開始分裂產生僵細胞 這樣 然後那後續的等一下再談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可能性是TC 有沒有受到刺激 所以TC受到刺激之後 他就轉變成為 往下嗎?往下 他就轉型變成活化的TC 可以去用來對付 帶有碳原的細胞 所以很有可能 其實他對付的對象還是我們的 剛講嗎? 對感染的細胞我們的 腫瘤細胞我們的 你看齁?好 那但是因為不破壞也不行嘛 然後接下來你再去看看另外畫的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TH自己受到刺激之後呢 他會轉型變成活化的TH 然後他自己呢還會留下一個記憶細胞 所以這裡總共有三個地方通通都會留下記憶細胞 TH自己會留下記憶細胞 然後呢B細胞也會留下 看那個圖有沒有 左邊那邊他會留下記憶B 然後TC呢也會自己留下記憶細胞 好 留下了這些記憶細胞做什麼用? 走這道流程 真的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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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二次以後再遇到的時候 那個記憶B 記憶B它早就可以產生專一性的抗體 但是它這次它先不分泌 它先放在細胞膜上 等到下一次它再遇到抗原的時候 這個接觸的過程 直接就可以刺激B細胞大量分裂 很快的抗體就可以大量產生 你看啊 你可以省下很多的步驟 所以一般我們以免疫反應來說 你第二次以後遇到的話 應付同一種抗原或病原體的能力 會遠遠優於第一次 我們在那個反應曲線的地方再來看 好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免疫反應的架構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來看的話 專一性防禦裡面它的幾項特色 第一個它是後天形成的 因為你要接觸才會發生 所以如果你這輩子都沒有接觸過 某一種病原體的話 合理來說你的體內應該不會有相關的 明義細胞 這樣這樣喔 好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呢 不管是那個 將細胞產生抗體 對不對 或者是活化的體系帶有抗原 專一性的抗原受體 OK 所有的活化過程就是 V細胞會把它的抗體 那個跟抗原結合那個地方調整到 然後可以跟抗原做很緊密的結合 就是形狀很match的這種結合方式 抗原受體也是一樣 所以 因為你只要扯到免疫球蛋白 對不對 然後抗原受體其實也是蛋白 只要談到蛋白質 我們也提過 只要任何情況談到蛋白質 一定要先去凸顯它的專一性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免疫反應 從這個地方 它會留下一個 對我們身體來說 非常重要的資源 好 這是記憶性 你看到 但很不幸的是 它可能需要怎麼 它常常會用到APC這個角色 因為你要啟動專一性防禦 那個誰幫忙啟動 那個啟動那個關鍵 常常是落在它身上 常常 它也有不需要的 好 然後 最後一個是 這邊會牽涉到 免疫反應的一個重要的活化 它需要一連串的活化過程 然後活化過程就是那個什麼 TH收到活化 B細胞收到活化 T細胞收到活化 這些活化過程其實都在做什麼事情呢 它會做一個 我們身上大部分細胞 不會做的事情 這些活化的過程當中 最深奧的部分 應該是基因重組 所以以前基因重組是什麼呢 就是 B細胞 假設以B細胞來說 你現在遇到A抗原 所刺激的B細胞 那個B細胞會產生一種抗體來對付A抗原 你看 然後 如果說現在有一個B抗原出現的 B抗原出現之後 會去引發另外一些B細胞 產生B抗體對付B抗原 狀況是這樣子嗎 專一性 你看 所以如果我們把那個 能夠產生A抗體的B細胞 跟產生B抗體的B細胞 然後把他們兩個DNA的內容拿來比較的話 其實會有一些些不一樣 那我們以前有講過一個概念 理論上 你身上的細胞 是不是都源自於受精管理 對不對 所以合理來說 你身上的細胞 是不是應該會帶有一模一樣的DNA 那我們以前講過 你基因可以打開跟關閉 所以你的皮膚細胞 跟你的肌肉細胞 這一些開啟跟關閉的基因 不進來完全相同 可是這個帶B細胞或T細胞的話 狀況更複雜 它甚至於可以直接去修監 它可以去修改你的DNA上面的內容 所以我們身上 唯一最有可能會有DNA內容不同的 就是B細胞跟T細胞 好 大部分解決 剩下一些些希望一堂課搞定明天 希望 然後 這樣 今年度就結束了 看看 沒有問題 我們在說明天的一位 看起來 有些人 可以 有些人 不屬於 有些人